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文 今天呢 我們要介紹的書叫做 葛瑞的囧日記 葛瑞的囧日記呢 書名是因為 它裡面的內容是在講葛瑞這個主角 一個國中生 他在說葛瑞 他日常發生的事情 而且囧這個字呢 是奇怪尷尬的意思 所以呢 我們就來解讀 葛瑞日常奇怪尷尬的事情 那時候呢 因為我剛好看完我目前正在看的那套書 然後沒有書看了 然後媽媽推薦了很多書給我 只是我都覺得沒有很好看 然後媽媽最後呢 拿出他的最終大王牌 葛瑞的囧日記 媽媽就說 這是一套非常好看的書 建議你看一看 那個時候葛哥在上英文課 會需要用到那本書 然後剛好有第一集 葛哥破例借我們 雖然他非常不願意 但是在媽媽一拜託他的情況下 他終於可以借我看 我看了一點點之後發現 欸很好看耶 很好看 所以呢我就繼續看下去 我最喜歡15集 第15集叫做 葛瑞的囧日記 錄營大逃殺 我那個時候看到這個書 你還沒看內容的時候想說 嗯 你錄個營就好好錄營可以嗎 不要大逃殺好不好 大逃殺會讓人想到 什麼奇怪的事情 好像你要被追殺一樣 但是其實並不是 他裡面是在講說 葛瑞和他的家人 一起去郊外露營 發生了種種事情 他裡面有我非常喜歡的地方 葛瑞他們在錄營車裡面 他覺得最近廁所開始有點臭臭的 他在擔心是不是 因為除糞草裡面的東西 快要噴出來了 已經太滿了 所以他就很擔心 會不會真的噴出來 他覺得很恐怖 但是他就跟他爸媽講 他們覺得他在 他又在呼扯了 第二個部分是 他在錄影的時候 有一群青少年邀請他 一起去玩水槍 然後他媽媽非常高興 因為葛瑞真的太少 跟其他青少年交涉了 於是呢 媽媽就直接把他塞給那些青少年 叫他去跟他們一起玩水槍 結果呢 葛瑞玩到一半才發現 他們不是去玩水槍 他們是去抬槓的 就開始亂吹牛 每個人都在吹牛 葛瑞到最後 終於再不下去了 就回去了 因為葛瑞呢 他跟我的個性很像 就是很愛胡搞瞎搞 然後他裡面的內容 他也用非常好笑的口吻來描述 並且呢 他說話的方式 都是以葛瑞第一人稱來講 像我就一定會喜歡葛瑞 因為呢 你只要是充滿好奇心 然後很活潑 天真無邪的 然後 你要很有想像力 不過 你想要成為葛瑞 你一定要非常有想像力 因為葛瑞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想像力真的很豐富 還有你的腦子 裡面要裝一大堆 那個雜七雜八的東西在裡面 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完美的成為一個葛瑞的朋友 而且這樣子的人最適合看葛瑞了 那今天關於葛瑞的介紹 大家也更了解葛瑞了吧 大家可以去見來看看喔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去買看看 我真的非常推薦大家看這本書 還有 我非常期待葛瑞作者 趕快出下一集喔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